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快乐的秘诀 EMBA杂志有一篇文章分享到 十个生活习惯可以让人更加快乐 里面说到哈佛大学有一个长达75年的研究 这项研究发现快乐人生的要素为良好的关系 通常跟家人朋友保持良好关系的人 心灵比较快乐 身体也比较健康 有一位长期担任企业顾问的教练琼斯 他的经验也印证了这项研究 他提到以下十个生活习惯可以让人更加快乐 第一就是透过持续运动 适当饮食以及重视睡眠 改善健康状况等等 这会让你保持快乐 第二 花时间 跟可以增加自己人生价值的人相处 培养有意义长期的关系 第三 练习对自己所拥有的感恩 即便只是小事情 另外 还有培养兴趣 自我发展 具有同情心 从错误中学习 花时间 享受大自然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让你更快乐的生活习惯 而其中有一项 是我们可以立刻去做的 就是练习对自己所拥有的感恩 当你拥有感恩心态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一个管道 可以来承接上帝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 我们都想领受各样的祝福 工作上的祝福 财务上的祝福 家庭婚姻的祝福 人际关系的祝福等等 然而我们需要预备自己 成为一个可以承受祝福的器皿 你预备什么样的管道 让上帝的祝福可以送达到你面前呢 可惜有的人预备的是 弯弯曲曲 坑坑洞洞洞的道路 而有的人则是预备了 宽敞 笔直 畅通的道路 要领受祝福 第一个最重要的心态 就是感恩的心 感谢上帝所赐的一切 因为神喜爱感恩的人 圣经里有一个故事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来求耶稣医治 耶稣全部都医治 但最后却只有一个人 回来感谢耶稣 这位唯一回来感恩的人 耶稣看到他就对他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这个人不只得到身体意志的恩典 更得到全人的意志 亲爱的朋友 感恩会扩张我们的恩典 感恩是开启下一个恩典之门的钥匙 想想看 如果你为了你朋友 很背心地准备了一个礼物 而他收到礼物之后 竟然没有任何表达 没有任何回应 那请问你 你下次还会送礼物给他吗 更进一步说 假如他不但没有表达感谢 甚至还嫌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种人就更没有人 会送东西给他了 同样的 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每一天的眷顾和供应 从早到晚都是上帝的恩典 连我们能够很轻松地呼吸 能够好好的休息睡觉 都是恩典 我们的人生要上帝祝福吗 你想要经历上帝的恩典吗 开始练习感恩吧 你将经历一个充满恩典的快乐人生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